广告继续浏览后续警方于3日晚上以交代围风碎片范围,并派员通宵。 驻守,至4日早上9时许,有余护署人员到场拍照调查,中午12时。 半,一艘水警小艇驶进岸边,约7名水警及军装警员和立江碎片搬走。 报道指,一块约2米乘2米的白色金属碎片近日出现在白蜡湾海滩。 碎片上印有蓝色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英文缩写CMS及标志。 金属表面布满烧焦过的破洞,另一印有红色航向及8Y32。 5A5AS02-01字眼。 白色碎片底下有蜂巢形状加层,布。 分地方布满青苔。 报道引述白蜡村村长刘伯安称,周一发现该金属片。 上面布满蚝壳,估计在海上漂浮至少半年至8个月,它形容该金属。 物料很高档,在大海漂浮也没有生锈,相信是飞机或火箭碎片。 它只住在白蜡71年也从未见过,前来露营的市民亦议论纷纷,上前。 查看,它称有余护署官员曾指电他了解事件,但未提及何时前来清理。 军事评论员Raymond Sun看过有关照片后,只有关碎片的。 外形加上抗热蜂巢形状加层,很可能是中国长征火箭。 它指火箭发射。 石、燃料铜等部分分阶段分离脱落,大部分或已在空中燃烧掉,但不。 分仍有机会跺进海中,漂浮至港。 它指单一碎片难以判断是什么型号的火箭,或是什么时候发射,但认为该部分直属火箭外壳,不设敏感。 军事或航天机密。 曾任民航机师的立法会议员谭文豪称,火箭碎片在。 航天迷当中有下有势,但有关碎片或设航天技术,未免被人拾起。 以致电民航处要求道场清理。 它续称,如有关碎片曾穿过大气层,燃烧时或会产生有毒物质,呼吁市民物随便触碰。 电邮新闻投票新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